中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今天实现全线贯通 年输气能力提至380亿立方米 达到最高水平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是我国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中 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上海 途经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长5111公里 分黑龙江黑河至吉林长岭 吉林长岭至河北永清 河北永清至上海三段建设 2019年12月 黑龙江黑河至吉林长岭段 率先投产通气以来 中俄东线吉林长岭至江苏太兴 各段先后投产通气 输送的天然气从首年的50亿立方米 逐年攀升至2024年的300亿立方米 全线贯通后 中俄东线实现每年380亿立方米的 满负荷运行 并与东北管网 陕京管道系统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 沿海多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 实现互联互通 可为九省区市超4.5亿人口 提供可靠供气保障 增加我国清洁能源供应 优化我国能源结构 有效增强我国东部地区天然气供应能力和应急调封保障能力 沿海多座液化天然气 有效